海鷗鳳胎 雖然不直接影響臺灣 但多費分費 也可能會作成北部三區 等北部和鄉村半島落後 而且夏天的氣流 可能讓北部地區 運動繼續升官 各位高分有機會來看歷史記錄 海鷗鳳胎已經進行做中島鳳胎 以每點前二十一公里的速度 向呂宋島方向走 離臺灣還有八百幾公里 去上郊破斷應該不會發佈境部 不過雖然沒有直接影響 今天晚上開始到拜祢 多有的雲也會讓臺灣落後 在北部山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南部地區就有可能出現 短暫鎮雨的現象 那其他的地方還是下雨的形態 會是以午後雷鎮雨的形態為主 除了落後海鷗通過臺灣的南邊 也讓臺灣附近蓋著重風 中部伊北地區在在背方面 受到沉降氣流的影響 今天會不會到拜祢 沒有拜祢會出現三十六度的高溫 也讓今年的高溫有可能變成 量數上最熱的高溫 九月所觀測到的最高溫就是超過三十六度以上 到目前為止今年九月已經有六天了 那這個在歷史紀錄上面 在九月曾經有超過三十六度 就是這樣子的紀錄 就是六天 去上級表時 只今年因為太平洋高壓片宮七八月 滾滾的車站都已經創造六四高溫的紀錄 九月一合台北站三十六點高度 也已經接近臺立最高溫的紀錄 現在又加上海鷗的影響 將今天要到十九合一 民眾才有機會感受到秋天的涼意 記者 林田入曾志昇 台北報道